我先开始,OK 好,算到这边呢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事实上呢 不会太复杂 我们起码 起码,起码 我们已经算出来的 这一个吧,对不对 还有能量修正项 我刚刚已经 我之前把它插掉了,对不对 那有了这个字 我们对人很好奇啊 到底这颗粒子呢 这颗电子 跑去哪 这个电子跑去什么地方 假设本来呢 我们只有这个 假设只有这个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把 后面的这个插掉 这边插掉哦 可以吧 好 这个是旧的嘛 假如说 我们去计算 位置的起码值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电荷 它在一个potential 它在这边震荡 一尾上面的 减学震荡 我们加个电场给它 OK 那减学震荡 假设你算的这个是算什么 我先讲一下 假设是N0 那么它坐落在 减学震荡就是平衡点吧 平衡点就在圆心 它就像来回震荡 所以这没有什么 但是假设我现在要算的是N 经过potential之后的这个N 你计算一下 很快的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什么 QF 这边我讲快一点点 哇 细节的计算 我请你自己去夹 把它夹起来 OK 你不要自己把它做出来 把它夹起来 结果你发觉一件事情 它平衡点位置shift shift到哪边去 往正的方向 shift QF over m omega 平衡 跟着电场有关系 所以你想想看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 Simple Harmonic Oscalator Oscalator 我们在坐标等于0的地方 那是不是 当你没有外加电场的时候呢 它就在这来来回回震荡 对不对 它在这边来来回回震荡 所以原型点呢 就在震荡中 现在呢 我外面加一个电场 所以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本来的位置在这 但是现在不是哦 它会整个震荡呢 往这边偏移 有个经典人会跑来这边 这两个的差距呢 刚好等于QF 除以m omega平 它会不便宜掉 所以我们来假想一下 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 我们先这样看 一颗电子 一颗电荷 为什么它会形成 减学震荡 它一定是在一个 一个简化的中心立场状态下 OK 比如说 这颗是电子 电子也不会自己乱跑啊 对不对 它会形成减学震荡 它一定要有东西把它吸住 只是我现在用减学震荡的方式 它没有塑法 所以当它偏移到这边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 本来呢 它的平衡位置在这边 那刚好正电荷的位置也在这边 那这个东西是中心 这个原子是中心 那这个中心的原子 正电荷的中心 跟负电荷的中心 完全充叠 那就没事 但是假设 你让它偏移了 当然了 现在这个应该是考虑是正电荷嘛 所以往右偏移 要是负电荷就是往左偏移嘛 对不对 一偏移之后 你发现正负电荷岔开来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各位应该有学过吧 假设 你有 比如说 负正 岔开来 告诉我 假设你有这样排列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电荷级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电荷级里面一定会有个电场 对不对 然后电神学里面 我们就把它定义我们的P 或者那个Q 乘上这段的距离 D D D是谁 当然就是这个位移量啊 所以是不是就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会等于Q 乘上QF Over N Omega平方 对不对 但是这边我们要做个修正一下 OK 因为会差一个2 我们先不管 OK 那这样子呢 它就出现了电偶旗了 你知道吗 一颗本来的原子 它是个中性 它现在就变成一个电偶旗 当然 这样子的假设还是太简单 你又是真正 真正 要做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就说 好 我现在这边呢 这个是个减学震荡 我说No 我要玩真的 这个就是什么 用这个来表示 对不对 一颗原子 所以说我下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材料 上面这个是一颗原子 对不对 一颗原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们也会受到电偶的作用 它的中心点也会shift掉 最后也会给你一个diple moment出来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它为什么会产生电偶旗 所以那最简单的 你想想看 各位 我们现在小学就已经学过了 你要是把一个有电偶的东西 拿一些纸搓一搓 然后纸呢 纸呢 在油呢 叶窝下面搓一搓 对不对 塑胶的 然后靠近纸之后 纸会怎么样 被你吸起来 对不对 它为什么会吸起来 为什么会吸起来 因为静电 我们都说是因为静电 小时候都这样 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 但是静电 为什么会把它吸起来 因为静电会让材料里头的正负电呢 电子云会产生位移 这一位移它就产生负的跟正的 所以假设当初静电的产生 这个电场的产生是由正的 那就代表我这边应该要有很多正 它放缩了电场的电力线四处跑 假设你这个东西 电子云因为受到乱影响而插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看 我们知道负能跟正能会有吸引力 正能跟正有排斥力 假设这力量很强 就偏偏你这个东西呢 不太能够怎么样动的时候 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靠近它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吸过去 对不对 或者是整个就会转向 指就会转向 指本来是躺着 我正电一靠近它就吸起来 然后就整个就吸上去 它就会产生了这个吸引力 OK 这样子呢 也就是可以解答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水 它会连到我们身上 为什么 水是为什么 水它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 它这个电口级不是因为外加电场引起的 水的本身是因为 它H2O嘛 对不对 H2O 有一个O 两个H 所以O把H一个电子通往抢过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有个电口级上面比较负 下面比较整 所以它就出现了极性 那你说这极性跟我身体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水沾在我们身上 并不是代表有反应 对不对 假设我们有反应 跳到游泳池 然后我们就溶掉 那也不错 只不过游到对岸变成骷髅而已 但是我们没有 但是它还是会吸引住 所以就代表这个电口级当中 假设有两颗电口级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们可能有一种排列的行为 最后面会让它们吸引起来 所以两颗电口级 假设这个距离是大R 它们有个吸引力 F 这个是false 会正比于什么 R的六次方 这个叫做什么力 凡德瓦利 凡德瓦利的意思就是这样出来 OK 好了 在这边简单 所以这个水要粘到我们身上 应该非常靠近 靠近到距离呢 但是也不能太靠近 对不对 但是够靠近了 它们刚好R的六次方 也就是在你越近的时候 这个越小 它小得非常快 最后就整个就贴在你上面 OK 这个就是凡德瓦利 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水之所以可以把脏东西清除掉 也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呢 它本身就有diple 这个diple不是induced 是它本来就有 但它可以induce脏东西上面的diple 就好像你拿着这个叶櫃里面在戳这个纸一样 上面有进点 那这个diple就会吸引这个脏东西的diple 让它变得有偏激化 然后两个吸在一起 凡德瓦利就把它带走了 所以这样东西呢 就会溶解在什么 水里面 对不对 那么假设好死不待了 你并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油 那油它怎么吸 它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油呢 很难 水很难把油吸走 所以它们就很厉害 它们就做出一个分子 这分子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乱画一通 根本这个地方呢 形成一个什么 有急性的 急性怎么排 我也不知道 OK 但另外一端呢 它喜欢怎么样 这边呢 急性的意思就是清水 那这边呢 就是清油 OK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界面活性机 所以呢 它一到进到你的 好像在我们洗衣粉里面 洗完精里头 它一跟水结合之后呢 这一端呢 就跟水紧紧地抓住 这一端呢 就跟你的油抓住 然后呢 这一拉呢 就把你油拉出来 它就溶解在水里面 因为整个就在这么漂 最后干净的 就是我们的衣服跟网块 OK 基本上就是类似的这个样 很好玩的是 接面活性机呀 最近几年研究也很好玩哦 它可以把这个病毒啊 或者呢 或者细菌是能打爆 OK 它呢 不晓得是这边还是这边 应该是这边 这边呢 跟着这个 细菌的这个细胞膜上面的蛋白质呢 油脂类的蛋白质呢 会很强的见解 人家人家一颗细胞 本来细胞膜漂亮的不得了 结果它就是要跟它亲在一起 OK 它太爱它了 这一吸就把它吸掉一块 哇 细菌就会挖一个洞 然后另外一边又被吸掉一块 又被挖一个洞 OK 很快呢 细菌全身都是洞 因为呢 这些见面活性器太爱它了 OK 当你全身都被挖得很不动的时候 你活了下去吗 然后你就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这个细菌就整个就崩溃 里面东西就流出来 OK 所以见面活性器也不错 对不对 也不错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蛮好玩的 但是我们也在想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来了解一般的一些现象 假如说我们知道水 它本来就有电脑机 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啊 打个简单的比方 我们学过氢氧氮氮氮都是原子 那你告诉我 空气的时候氢是氢原子还是氢分子 氢分子是H2 对不对 氧呢是什么 O2 氮呢 N2 那闲到没事干 两个在一起干嘛 两个当然是比较有半啦 对不对 但是他又没有情绪 所以他干嘛两个在一起 基本上 他就是类似用凡德瓦利娜 把他吸附住 那我们怎么用个简单的图形来画一画 就稍微了解一下 OK 这边我不算 我不算 假设我们来讲氢分子 氢分子很简单 那我们的原子核 原子核上面有ZQ OK Z1 的电量 那我们两颗电子 每一颗呢 有一颗一颗的电量 那我们当初在描述一颗氢原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描述 我们怎么描述 哈密通常就很简单啊 就是什么 负的 P平方 除以2m 对不对 负的H bar平方 over 2m的平方 假设这个是No.1 这是No.2 再加上第二颗 这个简单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假设只是一颗 只是一颗啦 只是一颗 我先把它弄成只有一颗 我看看 我还要干嘛 假设不干嘛 我就把它整个整个 算了 这个还是稍微保留 所以 这边插掉 这边插掉 假设 Z1原子核 Z1原子核 这么电子 1 1 这是第一颗 这是第二颗 假设这有一颗 我们把右边的 删除掉 好 Metoneal 当然就等于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这是动物 也就是说 集体在运动 我不管 我假设原子核是固定的 我把我整个坐标 一到原子核上面去看它 所以呢 这颗电子呢 有个动物 之外 还要怎么样 有一个 它跟着原子核 吸引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要等于这样子 那要是两颗独立的 那就两颗啊 那两个通通都放在一起 那我就编号一下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条 叫做R1 这条 叫做R2 它不一定是两颗 够靠近的时候呢 它不会只有这样子 它还有什么作用力呢 很简单吧 原子核对原子核 会不会有作用力 有耶 那我们是不是 而且是 同样的电量 是1平方 除以 好 对不对 不只是这样子 这两颗电子对电子 有没有作用力 有耶 那我们是不是 是负负的正 1平方 除以 R12 对不对 我们这颗电子 对你有没有作用力 有耶 R1 B好了 这颗对你有没有作用力 有耶 R2 A 那这两颗是会变成 Z1平方 除以 R1A 减掉 Z1平方 R 抱歉 1B 2A 对不对 我突然跑出这四个项 吓死人 那我就把他看成 上面这个呢 叫做 Hamitonium 下面的这个呢 叫做Pan 我就好了 然后我做同样的处理 同样的处理的时候呢 很快的你就可以发觉 EN1等于零 第一阶修正一样是零 但第二阶修正 就会等于一个负的 A除以大R的六次方 他就会得到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 一个尺 那这样子一来 我们都知道 原来他所多出来的这一项 只是彼此的交换项 彼此的什么 静电吸引力而已 对不对 你对我影响 我对你影响 然后我们就可以吸附在一起 OK 当然这边很多计算 我都没有写 OK 基本上是要让大家了解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 其他一个东西 我那个 我们在快速讲一下 因为刚刚讲的都是加电场 我们上次有讲Z-min effect 那就是加一个磁场 对不对 但Z-min effect 我并没有真实算给你看 它energy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快速来算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Z-min effect 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 OK 所以电场作用的部分解决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弄磁场的部分 假设我们现在讲Z-min effect 是指一个原子的Z-min effect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可以 我们讲NormalZ-min effect 我们有orbital NormalZ-min effect 就是我们都还不晓得有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Hamitonium可以怎么写 可以写成为 2m分之1的 P平方 加上C分之Q的A 平方 再加上中心地场 我们基本上给你写成这样 因为对一颗原子而言的话 你的电子做到的是中心地场 最简单的 就像氢原子一样 但是问题是你外加一个电 外加一个磁场 OK 那这个磁场呢 就要修正它的momentum这一项 并且P平方 加上C分之Q的A OK 我们就要这样子做 那么 其中A跟B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什么 静电场 写中文好不好 输入比较短 OK OK So it's a momentum in an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那是从A的vector potential 所以说 where A跟B的关系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B可以写成curl A and或相反 A可以写成二分之一的B cross A sorry 这是什么呢 B cross R吧 OK 那么现在来看看 if外加的 这个是什么 外加 然后你感受到的 OK External Magnetic Induction Field 不是H啊 是B OK 我们再假设 if B呢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这一方向 就这么简单 OK B只有一个方向 Z方向 那么 B已经知道了 那A可不可以知道呢 那当然了 所以A就有 好几个方向 好几个方向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 然后呢 NZ就等一点 那么这样一达了 我们通通把它带进去 通通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好米托尼 就可以 在做之前呢 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再把它结果 因为算完之后结果 弄出来 稍微整理一下 不然就可以变成白 这上面是讲过嘛 对不对 OK 我们就可以变成白 OK 好 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再更进一步看的话 反正这是乘在一起 所以假设我把这一个 2m分之pp方 这是什么 动能 加上vp 这个是什么 假设这样子一加起来的结果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般单独原子的 好米托尼 是不是 所以我的h可不可以重整一下 OK 有了这个了 然后还要多出两项 对不对 这一项呢 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个会等于什么 angular momentum 在z方向来的 在z方向来 所以我们呢 就会再加上 1b over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C OK 但是呢 我们能指定稍微变一下 2m要踢下来 fz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最后再加上一项 1平方 1平方 b平方 除以 4c平方的x平方 再加上 y平方 2m 对呢 8mc 我们就会不倒架 当我们外加磁场很小很小的时候 这一项 等于0 趋近0 if b很小很小 OK 所以我基本上就先把它丢掉 我眼光呢 就是集中在什么 这一项 h 这一项 h 我就这样子 后面那项呢 先不管它 OK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般中间立场的解而已 来 所以我们的h 0呢 后面呢 i跟方权你怎么写 根据我们以前就是n嘛 l嘛 ml嘛 对不对 它要等于1n OK 这跟n有关系 对不对 1nl 的0 要 跟 n l ml 这是以前的 那告诉我们一个前面是能阶的 7本的表事实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啦 那现在就h plus等于它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能量会有什么样的 所以这样一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能量的可能有 我第一个 n等于0 l字号等于0 那m也字号等于0 你没有什么选择 这是s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上面有个p p呢 p呢 我们选择第一个p就要n 我们只看一下 n等于1 l等于1 OK 我们先这样子 那这个是p 当然 1s 你有1 2s吗 一定有2s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 好 我假设我先把它分开 1s 2v 2s n等于1 l等于0 OK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原来的能量 那么现在就来问一件事情 那我们真正的 哈密托尼亚的能量 会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外面 这个在外面 哪一个h ps应该是加的 因为a不是不合合的 b 没有啊 哪一个h应该是减的 第一哈 p放出于r 我们就是动的啊 为什么要减的 你说这个地方是吧 没关系 你看到你电子是正式负嘛 我现在先放正嘛 你要是电子就是负一嘛 对不对 我现在下面写简的 下面写简的 我看看 简的是因为它这边是简啊 后面那个也是简啊 哪一个是简 所以一定有写错哦 一定有写错哦 因为有一个是正的 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个应该是正的 这个应该是正的 对吧 你才会有 xpy Y-YPX 猜猜这一下 OK 好 谢谢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了 我们的energy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harmifonium 对N 就会有EN 再对N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简单的 我们EN呢 一定可以成个EN0 再加上 第一个修正项 是什么 看一下 第一个修正项是N0 以前是N0 然后 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也不是N0 我们是EN LM 反正这边一定要一样 N 这样子嘛 对不对 Modify之后才是这个样子 那后面这个会等于什么 后面这个 你是不是等于 我们是什么 EB over LMZ LZ NLM 对不对 EB over LMZ 常数啊 提出来啊 LZ呢 LZ对原来的作用 是不是等于 ML H bar 然后两个相当 当然是E 就变成这样子 来 所以呢 我们整体就变成原来的 再加上 EB 2MZ ML H bar 所以本来呢 你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ENL 因为只跟N 只跟L有关系 所以N跟L一样 你就只有一个能量 所以就好像这个N等于E L等于E 它就是这个能量 N等于E L等于0 就是这个能量 然后这里面你说 我又有ML啊 ML可以是什么 1 0 负1 那抱歉 通通挤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简并态 那现在呢 你一旦加上这个的时候 发觉 本来能量子跟N跟L有关系 现在对面跑出都跟ML有关系 那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边要分裂 那这个呢 没关系 继续过来 这个呢 没关系 继续过来 所以这个是假设 我们有个transition 是从这个地方下来的 本来呢 我们的transition 我们把中间的这一条 大概先把它隐藏一下 假设我们有个transition 是这个倒到这个 那么现在你就变成三个 这个就是Z迷反 OK 这个就是Z迷反 那问大家一件事情 假设计有spin怎么办 假设有spin怎么办 这个是none spin 现在一有spin的时候 这里面一定要更改 Lz呢 可能不再是单纯的Lz了 你要再加上Sz 对不对 那你这个是不是叫进化吧 跟皮卡丘一样 对不对 Z进化到两倍的Sz 对不对 我们就会这样子 进化上去嘛 对不对 皮卡丘不是越战越勇吗 对不对 各位同学也是越战越勇 那我们呢 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加上这样 这样的行为呢 就更进一步 好 所以呢 算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在算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原子里面电子 它本身在磁场下面一个行为 所以呢 我们有电子的动能再加上它跟原子核当中的作用力 对不对 中心立场 所以这个是一个束缚的电子 假设我们坦白是一些比较自由的电子 假设这个电子根本就好像这个电子海银一样 所以我们又可以回到一点点古典的眼光来看 就好像金属里头的电子 金属里头电子弹一部分被一大部分被束缚住啊 但是有些可以跑耶 假设可以跑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气体 理想气体来描述它 那就很好啊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算 是上个学期还是什么 我们在算这个fremium level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就是把那些电子当作个理想气体啊 只是它是fremium 它吻合我们量子力学的规范而已 那么那个时候的 那些电子气体本身 在磁场下面有什么行为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描述它 我们怎么描述 我们简单的描述就是说 它现在已经自由了嘛 电子气体嘛 气体把它看作了一个理想气体 那我们还明明明就不要这么复杂了 那我们就应该很单纯的 抱歉 每一颗气体只有动能 然后呢 再来的是什么 没有 根据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只有动能像 后面 因为它没有静电了嘛 对不对 它已经把它当作气体了 所以它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这个就要进化成 就只有这一项就好 随便你乱跑 对不对 我先讲这样子 假设我们看到transition是这样子 我先讲这样子 假设我们看到transition是这样子 本来是一条的 你现在加了三条 你现在加了三条 就变成三条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边应该是n等于1 是n等于2 对不对 应该这样子嘛 呀呀呀 抱歉 是不是很浓重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可不可以 重新再整理一下 完全跟到这边一样 你看哦 let b呢 等于b的z 对不对 完全一样啊 所以是不是ax ay 全部都有 来 那我们稍稍微啊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之后 这个 相当于下面这个 一样哦 只是没有后面的v 但是我要把它整的写开来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没有 按尽 好 对 作人 啊 也 好 啊 我故意把它拆开 本来呢 这里面有Px平方 Py平方 Pz平方 我把它叫做P平方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这一项 我把它放在这 我现在只是重新排列组合一下 我将Px平方加Py平方放在这边 这边X平方加Y平方放在这边 然后这一项呢 Lz的这一项放在这边 然后Pz丢在后面 OK 这样是做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 在前面这个case下面 假如说我们的这个 磁场很小的时候 那这一项呢 就很小 那就可以忽略 那假设我磁场不小呢 Lz的这一项 磁场不小呢 发生什么事情 那内项就不能丢掉了 但是假设我这样子 拼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很好玩 各位你有没有 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学过一个 有语解吗 来来来来 我们点习正当务 Hermittonium怎么写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它是不是可以2m分之1px平方 减加上2分之1m omega平方 x平方一围的 是不是这样子 它是不是一个p平方的动能 再加上一个x平方向的位能 这个就叫减学生当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样 px平方的动能 x平方的位能 我可以排列组合一下 把它凑成x平方向 那omega等于什么 我就可以凑到安全 把它凑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 y方向的动能 再加上y方向上的位能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那什么又叫做z z是什么意思 y加磁场的方向 所以这代表说 假设我们怎么有一团电子气体 3.5万加一个磁场 这是z方向 我们可以将这个系统 切出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是怎么样 在这边 在这边 xy平面 有行为 跟z方向行为 我们就把它分离一出来 就相当分离出一个垂直于它的平面 跟平行于它的一个轴 垂直于它的平面 就变成一个二维的 simple harmonic 然后呢 z轴上面的呢 是什么 还是只有电子啊 因为是2m 是P0 只有动能向嘛 你将来以古典眼光来看 这简直是废话啊 假设你加个磁场 加在这个方向 你告诉我电子在动的话 沿着z轴动的电子 会不会受到外加磁场影响 不会嘛 因为老人是false 就是等于什么 king乘上v crossb啊 假设v平行于b 你cross起来就等于0啊 所以假设有个电子 是沿着这方面运动了 有没有受到影响 没 假设沿着这个方向运动了 受到影响啊 v crossb的结果 它就要什么 让它转向 它会在这边转到自己好累啊 OK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意义 在那边猛转猛转 但事实上那个行为 就相当二维的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那这个呢 这个跟谁都没有关系 它自己跑了我自己的 那我们真正的去分析它 是我们还需要分析它吗 免啊 它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平面波而已 OK 但重点是在前面的这边 这个是simple harmonic oscillate 所以本来对个电子而言呢 它的这个假设 你的空间还没有受限之前 你一受限了 这个空间就会因为你电子的微方学 一定要形成助波 所以你的eigen state 或者是eigen value 本身是有特定值的 现在呢 只是你电子 假设你的空间很长很长 那我各种波都可以啊 那就代表我呢 等团态啊 密集到啊 根本就不晓得该怎么讲 对一个 假设这个是一 对一个free electron而言 它的能态啊 OK 多到你都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但问题是 现在加个b的时候 哎 不对呢 它又分开来了 为什么 是一个harmonical oscillation嘛 对不对 你这么多能态 有的要集中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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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你怎么都被宽态死掉 OK 那么这个就称之为什么 这种level 就称之为landal level landal level 指的是电子气体 在很强大的这个磁场下面的一个行为 当然啊 假设你温度够高 我的thomal 你要知道 这个磁场所提供的能量是很低的 很小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温度只要增加一点 我热能就把这个磁的效应整个盖过去 我后面再加个热能项 那大的不得了 管你三七二十一 全都不要打乱 那你就看不到这个效应了 所以一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它非常低温 磁场要蛮大的 你才看得到 看得到这个效应 那么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算下来 哇 真的是鸡飞狗跳 你要先去解个二维的 因为我们后面这个就是perturbation嘛 对不对 这一项绝对没有它打 OK 那这个是perturbation 那这个perturbation的本身呢 我们知道 我们在算第一阶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 Igon Vector Igon State 都是以原来的 来修正 修正的本身 又是以原来来组合 所以你一定得要把它的原来的解出来 而且呢 你们能量呢 一定是什么 perturbation这一项 然后用原来没有perturbation的Igon State 来夹击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原来的解出来 那去解个二阶的 二维的Simbler-Harminal Oscillation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各位 好奇的话 可以去好好地去找一找 OK 但是或者是 我们可以用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 OK 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些 重要的information OK 哇时间又到了 怎么今天我讲这么慢 我还没讲到我要讲的东西 好 那个 我们休息一下 OK 休息一下 那我们今天把Landa Lever把它讲完 Landa Lever我待会稍微解释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会引入了几个很漂亮的发现 那我们稍稍微呢 就可以跟大家讲 Holy effect 跟Quantum Holy effect的行为 OK 好 那我们先下课一下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